昨天已經開始講我是007 說我是間諜 說我是美國的代理人 又說我是中國的第五重隊 全部都是在造謠 他的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讓大家覺得 我們講話沒有公信力 他們現在除了攻擊民進黨之外 他們要讓任何民進黨 有出頭講話的人 要讓大家覺得 這些人沒有公信力 所以呢 他們一直在講黃毅川 跟奸王毅川 散播他的假消息 讓大家覺得王毅川是個小丑 這就是他們的目的 從一個月前開始 他們說我是 他們說我是什麼大家知道嗎 他們也一樣說我是小丑 有沒有 然後說我是CIA 昨天已經開始講我是007 有沒有 說我是間諜 說我是美國的代理人 又說我是中國的第五重隊 全部都是在造謠 他的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讓大家覺得 我們講話沒有公信力 讓我們 我們現在全台灣 在講這些已經講了超過100多場了 他要確定這些上台講話的人 大家都不相信他們講的話 所以我們在這邊要不斷的 一再的拜託大家 我們要把正確的資訊送出去 我們要讓一般的民眾知道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從這邊講幾個重點告訴大家 我個人的事小 民進黨還有很多人可以出來講話 我並不是這邊的重點 但重點是民進黨到底有沒有做過什麼事情 第一個民進黨有沒有提出過國會改革的方案 有啊民進黨提出超過20個國會改革的方案 在這8年不斷的往下做 所以他再說民進黨並沒有國會改革 真消息還假消息 假消息 可以喔立法院本來就可以做調查 這是大法官說的 但是立法院只能就他自己的工作來做調查 立法委員的工作是什麼 就立法啊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有法律 我不太了解 我不太懂 欸可不可以請專家學者過來問一下 可以啊 美國有沒有調查權立法委員 有啊 美國有沒有在立法的時候覺得欸這個問題我不太清楚 我請人來問一下 可以啊 我就去美國做過聽證啊 我就是唯一的立法委員還在美國做過聽證的啊 美國的立法 美國的國會議員就清楚的一直問我講說 台灣的情形是怎樣 滲透的情形是怎樣 中國現在的問題出在哪裡 這個是立法院本來就可以做的調查 而且現在有沒有在做 已經有了啊 所以他們都在騙人 他們說他們要調查 但他們要做的調查是大法官講的調查嗎 他們要做的調查 他們每一場演講後面都寫他們要查什麼 要查弊案嘛 請問查弊案是誰來做的 檢察官啊 調查局啊 監察院啊 這些才是查弊案的嘛 所以黃國昌每一次講都說他要查弊案 查亨以前講到現在 他以前說他要做法務部長 法務部長是查弊案的嗎 不是檢察總長才是查弊案的 他現在來當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是查弊案的嗎 不是嘛 他現在說他要去選新北市長 新北市長是查弊案的嗎 他這個人從頭到尾從來沒有站在查弊案的位置 每天都說要查弊案 他要查弊案他去考什麼就好了 他去考檢察官就好了嘛 所以他們都一直在騙 他們用這樣的方式呢 告訴大家他們要查弊案 而且更可怕的事情是 他們剛剛請問他們是不是很會製造假消息 他們都會製造很多假消息說 高端一定有弊案 汪定一定有弊案 雞蛋一定有弊案 但是我沒有證據 柯爾文哲說小英的身邊的人全部都貪污 但是他沒有證據 所以他從頭到尾他們就一直說有弊案 但是說都沒有證據啊 沒有證據該怎麼辦 他要怎麼告訴自己的支持者真的有弊案 很簡單就是第三點透過現在這個法案 因為這個法案他可不可以叫你們過來問話 可不可以叫官員過來問話 他們叫你們過來問話的時候 他就說你說謊 明明這個有弊案 你怎麼會說沒有弊案 你賣雞蛋的 明明我知道的雞蛋比你講的還貴啊 你怎麼這樣跟我講 你說謊 請問決定什麼是弊案 決定一個人有沒有說謊 怎麼決定 舉手決定喔 現在立法院藍白有沒有過半數 所以只要他們舉手說你說謊 你就是說謊 他舉手說是弊案 你就是弊案 所以他可不可以製造證據 可不可以製造假證據 他就可以開始跟他的支持者講說 所以你看民進黨有多貪污 民進黨有多少的弊案 這就是他們現在的方向 所以這三點請大家務必要記得 告訴身邊的人他們現在在玩什麼遊戲 但這個遊戲結束了嗎 還沒有結束 這個遊戲往後還有喔 國民黨跟民眾黨有一個特色 不違憲的法案他提不出來啦 他提出來的法案就是要朝違憲的道路走過去 大法官說黨產條例合不合憲 合憲啊黨產條例是OK的 查黨產可不可以 可以就他們現在推出一個法案 要把黨產拿回去 請問這是不是一個違憲的法案 大法官說NCC要獨立 要不能有政黨代表制 他們現在馬上提出一個法案說 NCC以後由政黨來決定 是合憲還是違憲 違憲嘛 從頭到尾他們都是一直在跟大法官對著幹 大法官講了什麼東西 他們一定會提出反對的 提出違憲的立法 現在才有三個月 大法官必須要做出決定 所以他們現在喊出一句話說 大法官沒有民意基礎 說大法官不值得信任 他們打算要破壞這個國家 法治國家最後的堡壘 所以請拜託一定要告訴身邊的人 大法官是人權的守護者 這就好像醫生 醫生是健康的守護者吧 請問醫生有民意基礎嗎 沒有嘛對不對 你要不要去看醫生 跟醫生講說 你沒有民意基礎 我有沒有生病 對不起 我們這個理大家舉手決定 這樣對嗎 不對嘛 所以大法官是人權的守護者 這個人權的守護者 是根據他的專業在決定的 如果連這個專業 我們這個社會都不尊重的話 那我們這個法治國家就會崩潔 我們台灣的民主是多少的前輩 一步一腳印漸漸的累積起來的 大家知道我們很多的民主前輩 在走掉在去天國的時候 在閉上眼睛的時候 他最在意的事情 就是我們台灣的民主 到底能不能夠被建立 他們以前的經驗 他們的抗爭 他們的流血 到底有沒有被累積起來 成為我們現在台灣富饒的樣貌 我們不能夠忘記他們的精神 我們的任務就是要讓台灣 這一些民主的經驗 我們的行政院 我們的立法院 我們的總統職權 他們不斷地在爭吵的過程當中 我們好不容易達到一個 亞洲民主第一的一個平衡點 這個平衡點是多少的靈魂 多少的肉體堆疊出來的 如果我們今天 只因為藍白在國會濫權 我們的人民一旦不站出來 他們這樣走下去 這多少年的心血一夕之間 會全部崩塌 這個時候中國就一定會很高興 這個時候就是他們入侵台灣 最好的時候 所以我要拜託大家 現在大家都比我還要重要 因為只有你們才能夠把聲音傳出去 只有你們能夠繼承這些靈魂 只有你們才有辦法把這些血肉 還有這些意志 還有這些豐富的民主的知識 傳給身邊的朋友以及傳給你們的下一代 大家說好不好 所以我最後再一次再做一個結尾 我最喜歡的小說的雙城記的開頭 他裡面講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話 他說 現在是一個最好的時代 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 現在是一個智慧的時代 也是一個愚蠢的時代 現在是一個通往天國的時代 但也是一個通往地獄的時代 台灣現在就是在這個時代 我們就是在這個混亂的年代 我們台灣人要往哪個方向走 前輩們已經幫我們指引了一條明度 但是有惡勢力不斷的要我們 把我們帶向愚蠢 帶向惡 帶向地獄 所以只有各位 只有你們的精神 只有你們拿起電話來告訴你們的選區立委 只有你們跟你們的朋友跟你們的下一代 把剛剛的事情傳遞下去 台灣才可以走上正確的道路 智慧的道路 善的道路 大家說好不好 所以拜託大家我們站在這邊 就是希望你們能夠繼續下去 我們在前線會繼續努力 接下來也要依靠各位了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